我們看這個呢 這個就是說 它的變動是因為你要小心 等一下對到這一個人 要特別的小心 這個就是說 你現在會跟你的這些 原有的這些合作夥伴 或者是同事 可能多少會有一點點 人事的不和或是摩擦 因為這樣子而去產生變動的 而你想要離開那個環境而變動的 這個就是在我們的地閣裡面 有11話 29話 38話的人 這個要稍微 有 真有 這個就是 小心跟某些人 可能會有一些意見不和 或者是你們有合夥的對象的時候 或者是跟你的同事 或者是屬下 會有一些意見不和的話 你會因為這樣子跟他有一點不和 而想要去離開這個環境 像家庭主婦的話就要小心了 要注意就是說跟夫妻之間 比較容易有一些爭吵 你爭吵比較容易有動那個念頭 我想說那不然想要來分開 其實不要去分 就那個念頭過了就好了 那個運就過了 所以老師你是說 如果我有不高興也不要離開 是不是 不要離開 不要離開 就是說忍耐 就是退一步海闊天空 忍耐過自然就沒有那個事情 因為你會因為人事不和 讓你不開心 會想要離開那個環境 這個變動是這樣子 在人事方面的變動 再來這種就是說可以換跑道 很多人常常會來問我們說 老師我現在景氣不好 我要自己出來工作好不好 我要自己出來開業好不好 這個時候是可以的 但是也並不是說 因為你種一個就代表一定可以開業 當然還要看你其他的這個工位 只是說有種的人 他有這個機會點可以去換跑道 或者是說有的人 我這個行業做久了 做膩了 我想要換別的行業別 這種是可以去轉換的 這個有23話 41話 50話的人是可以 這會有一個新的機會點 但是這個新的機會點一定要去抓住 因為這一抓住呢 可能就是你未來五年的運 那像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最好就是說 你新的機會點最好找老師算一下 看看這個方向好不好 這個方向如果好的話 那你這個轉換呢 可能就是未來五年的運 老師你是很想知道我的祕密吧 你可以等一下告訴我 你好 你好 來 好 請麻煩的倒下 你要來我最喜歡的了 真的真的 劉甄你賺錢 有一部分都是請媽媽幫你投資 對 請媽媽投資 就跟你自己零花錢的比例呢 我大概差不多 每個月會有三分之一 就是賺的錢 是給媽媽幫我投資用的 對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用在自己身上 其他就是亂買啦 我們來看一下劉甄亂買的東西 這個 我個人對於這個Bling Bling 閃滋滋的這雙鞋 這不就是貼亮片的高跟鞋而已嗎 這個我很愛貼 為什麼說觀眾朋友 你現在看到的這一雙鞋 將近10萬塊 唉唷 這是要在義大利買的 因為它很偷賊 因為它的那個水晶 其實是大小顆 而且它這個是Sparovski的水晶 然後它又很高 那我那時候就是一穿上去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我的鞋 這10萬塊啊 小禎 妳怎麼沒告訴我們 妳知道嗎 這個不管再大顆啊 一摳都掉了耶 哪有 真的嗎 不會啦 摳摳看 不要啦 真的啊 不會啦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它賣太貴了 因為我工作很辛苦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穿上很美麗的高跟鞋 對我的腳來講是一種補償 所以我就會很喜歡買高跟鞋 站起來守護 小禎妳是不是有點大 有點大 但是我還是 妳硬買對不對 根本不是妳的尺寸 硬買對不對 有點大了就很喜歡 妳10萬塊還買 根本不是妳的尺寸 對啊 來 我1萬塊給妳買 不要 1萬 好 我2萬 好 我3萬 盤起來 是好看嗎 根本不是妳的尺寸 這樣走路太危險了 太大了 妳脫掉 我穿看看 黃子太大 太我的腳太大 塞不下 妳真的腳的 我也塞不下 36 不行 沒有 他已經講到他5號而已 我就快遇到我8號的腳 我們兩個一樣 對啊 可是妳那是什麼 妳的腳好小 對 我的腳超小 董事長 妳看她的腳 我是小腳人 她的腳好秀氣 對 我的腳很小 妳這樣跳舞怎麼會聞 妳再穿那雙飛鼠的那個 這一雙它就是 妳那個飛鼠 它是蛇皮 然後拼這個是 它是飛鼠 這個是那個狐狸毛 更可憐是兩隻狐狸 狐狸 可是這個狐狸應該是那個 養殖的吧 我覺得 小貞這個 這個就是 它後面會有一個毛毛 走下面來 上面走一圈 慢慢走 真的好狐狸的感覺 還可以跳 很可愛 對啊 為什麼覺得這很像白雪公主 她媽媽在穿的 還有 這樣多少錢 這雙 說 這雙還好 這雙5萬多 哇 真的是太敢買 然後 然後像我穿這雙很小心 可是這雙真的太貴了 10萬塊不合腳 我們要10萬塊 對它講白天要亮片 精準那麼會貼亮片的 妳鞋子可以自己貼亮片嗎 我可以啊 我也可以 其實我有50 10萬塊我大概 我應該已經貼了 不知道幾雙去了吧 可是這種鞋會不會退流型 還是它是 是不會啦 我覺得這雙是不會退流型 永遠不會退流型 對 因為我自己是 而且這雙 這雙老鼠毛的這一雙 不是 老鼠毛 狐狸毛 狐狸毛這一雙 以後不流行就把毛拔掉就好了 它的毛可以拔掉 真的啊 它的毛拔掉 兩用的 對 裡面 它的毛是可以拔掉的 那可以 然後裡面就是拔花 那就變基本款的一個老跟鞋 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家有一個 那個大的穿衣鏡 然後我穿上高跟鞋 我就開始 就開始在鏡子前面 擺很多那種 就是跳舞的姿勢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我的人生完整了 就很開心 妳一季 妳一季 平均要花多少的錢 在鞋子包包上面 可以買房子 我在 沒有 那投幾塊 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來聽聽看 就是 應該二 三十跑掉 妳客氣了啦 這邊現場兩雙 兩雙就二 三十了 沒有耶 沒有 因為我 可是我買是很多年 這樣買…買次 不是說一年買很多 對啊 對啦 就是差不多 也就是三四雙高跟鞋擺在一起 就可以買一瓶啦 有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要買房子了 不用啊 妳就把鞋子全部攤出來 就躺在上面就是一瓶啦 我看… 就是豪宅 而且是豪宅 因為全部是名牌 我看那個慾望城市 那個Kelly說 她說我的錢都掉在我的衣櫥裡 跟我的鞋櫃裡 我覺得跟我好像喔 就是 那妳的大人會快點出現啊 不行 妳現在要開始改了 我一直叫她買房子 對啊 麗金一直叫她 她就說我很衝動 我說妳要買妳要看 剛好第一馬簽證 所以麗金 妳不會把錢花在 十萬塊的鞋上或者是什麼 我包包會十萬 十萬塊以內都OK 大概十萬塊 不要超過太誇張 然後我最捨得花應該是買房子 我買房子可以不用考慮 妳買房子是投資嘛 投資 對 就妳在台灣跟大陸都有房子 然後妳說妳買房子的機片 就是地點 妳寧願在好的地點 買一個爛房子 就是說 對 就不用買新城屋 因為我覺得地點真的很重要 又抗疊 那我前陣子也還不錯 就買一個房子 現在馬上又漲了十幾萬 才兩三個月前 因為 對 這哪裡 大安區 大安區 對 大安區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們藝人 真的賺的錢都一塊一塊 不像人家就一輩子這樣領薪水 越領越多 那我常覺得這塊錢要好好規劃 不然真的投資理財 一不小心就不見了 對 不是 那所以妳看劉甄這樣子花錢 買高溫喜藍 我已經念她很久 你看她又在拉我 不念她 我已經念她很久了 她會 她現在會有存錢來的 對啊 妳們兩個常常一起 我跟她講說 因為我說我們賺錢很辛苦 也不可能永遠都是這麼順遂 可以賺那麼多 妳要趕快把妳的錢收起來 是 這就是真的好朋友 好 維安老師 我們也來看在年底前 哪些新作的人 會有大錢進帳 對 我們強調是大錢 如果是小錢 是上不了這個排行榜的 這麼厲害 所以一定是要大錢或大筆的 首先呢 摩羯或上升摩羯呢 會有大筆的進帳 就在工作上面的 如果你本身是做生意 當然就會有大錢進帳 如果是上班族呢 則是年終獎金 可能還不錯 值得期待 所以在你政財方面呢 還有你本來的原來行業 還有你現在從事的 各方面的狀況裡面呢 會從工作裡面獲得很大的錢財 是